不吵蛋了看比赛了 虽然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吼这个比赛 但是看一看还可以 我也吼不动了 别吼别吼别吼 大家冷静点 看比赛就好了 感谢黄哥来我学术上不如意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大可还是全世界最好的ZVT选手 这暴斌真的太强了 大可的暴斌 上一场跟Sero的比赛 看得出大可状态其实也很好 48秒 这种开局反正就 这种别的拳手 开局没有问题的 感谢黄哥来我学术不如意的飞机 感谢兄弟 看他主要是要看他中期的一个战士 看中期操作了一波 把七分钟的一拳 其实我跟你们说 李平台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他第一场没有打赢Show Time 那他打大可和Sero这两场 他就要拼了 就要拼一场 对 他如果第一场打赢的话 他其实就心里面是不慌不忙的 就不急的 就好好打就好 因为他本身在这个小组里面 他的目标就是小组第三出现 对 对吧 只要他真正的目标是稳稳的拿下 这个Young和梅姐 对 但是他跟Young的历史战绩并不好 刚才好像Young有实力啊黄哥 我跟你说他跟Young的历史战绩 他是战烈士的 Young他经常输给Young Major也有时候也会干死他 所以他的TVT并不是那么好打 好了 确认大可吃了 我说 用李培南的说法是 他说打大可 你记得上次他跟我们讲过吗 打大可就出了一个不隐形的女儿 对吧 他以前说过 他说打大可就是出不隐形的女儿 因为出隐形女儿也骚不到大可什么东西 但是出一手女儿可以保证大可蟑螂顶不到他 因为大可太喜欢出蟑螂 这个是他经过很多次分析之后觉得打大可应该这么打 好了确认三开 自己也三开 可能就是那个不隐形女儿的打法 但大可的攻防狗非常厉害 其实大可最厉害的是攻防狗 还是VS 果然是那个出女妖了 看大可三分半吧 三分半放不放蟑螂潮 三分半蟑螂潮 对大可来说出蟑螂 出女妖这个战术是最好的 因为大可喜欢走蟑螂一波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图应该不会走蟑螂 因为地度太大了 不不不 大可走蟑螂一般就出五个蟑螂 他只是说 晃一圈 只是说过来压你 通过压制 然后来看你家里面到底什么开局 但他三分半并没有放蟑螂潮 所以应该不会压了 可能是攻防狗这排 大可最厉害的就攻防狗 出一个围巾 正面继续活着跑着 四分钟 大可并没有放毒暴虫潮 他攻防狗了感觉 四分二十秒两BV 攻防狗 感觉攻防狗了 最强的一招出来了 你平时还是空投地雷 可能是他准备的战术 你也不知道说他什么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个空投地雷有点出乎意料 就是有点快 没有这么快投地雷的 对 好两个方式抓掉 可以可以可以 都没看到 对判断不了 这是绝对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 而且三基地也没看到 两BVS四分二三百 攻防狗了 大可只能被迫抱一波狗 这波狗会被绕到啊 我怎么感觉有点被绕到啊 好像被绕到了 这边 没货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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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还好 他这个机场够多 位置卡的也可以 还好 还好 手足没有问题 关门 家里面穿双线 其实这是幌子 这是幌子 真正的插着是后面的地雷 大可反应很快 这个雷比想的快多了 但大可就反应过来了 这个世界总决赛的比赛里面 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 对 而且你要知道大可 其实在上面是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做到这个反应 已经很夸张了 不是 而且是刚好 我火车溜完 对 就这个协同里 做得非常漂亮的 大可反应很快 非常快 而且这个是奇招 就是很少有这种 速投地雷的打法 再打一次 三个 可以 够了 够了 一共杀了12个农民 你要知道 他在6分钟的时候 把大可的 你变得 你变得 还好 还行 他在6分钟的时候 把大可的农民 控制在53个 这个已经是很好了 这波大可亏了 对 我甚至觉得有点小优 他们这边 他们有优势 小优势 因为农民控制住了 一般来说 如果你在不压制的情况下 工方口开局 6分钟的时候 大可有70个农民左右 是应该的 对吧 他现在只有50几个农民 说明已经压住了 而且现在农民是 他们农民已经比大可多了 对啊 就大可农民被压住了 都是还不小感觉 现在 大可拍基地就拍不出来 他经济没那么好 现在你看他现在才拍 我在赛前就跟你们说了 李平台如果战术打到的话 真的不是说一定会输的 他不弱 对 中期这一波一共一防 再投地雷 他就是双线 他你妈这个双线 我觉得先正面要去扫军坦 先正面扫下去 你扫的时候就加速进去了 已经进去了 双线协同很好 这个协同很好啊 大可但反应也很快 大可你妈个鸡 反应太快 反应快没有 我正面很关键 这波狗回来怎么办 正面已经来了 这波没了 没有没有 可能要打死了 打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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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猪狗连弩 打不死了 打不死了 就不可能打死了 但是很伤啊 大可这边 你看这边还在搞 还好吧 我觉得大可反应 乱了乱了 反应还是挺厉害的 是隐形的吗 隐身了 隐形的 那这样的话大可有点反 哇大可反应好快 这都意识到了 大可今天状态也很好 但礼平的状态也很好 这种诸葛连弩 随手就在甩 线下果然不一样啊 这个 对 再再投 哎哎不投吗 还要炸 还要炸一波 能不能炸到 能不能炸出来 能不能炸出来 炸出来吧 炸出来 可以炸可以炸 他把你已经走了 哎呀 哎呀不应该 起来的不应该起来的 他多线其实节奏有点夸张啊 你看两线不停的在拉 哎这个有吗 各种鞋子 这是李培男吗 这妈什么情况他今天 这就是李培男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地雷埋 哇哈 地雷埋 大可有点忙不过来 这个时候 再再投三框 再投四框 四框也在投 也在打 操作拿了 漂亮 漂亮 漂亮这个这个 这个双线其实打的还可以 哎 四框 杀了11个农民 还可以 四框那边因为是忙不过来 还要他操作一线啊 这个不可能两线 主要李培男在压制的同时啊 这个时候他四级地也开出去了 这个协同打得不错啊 大可死了11个农 大可经济很伤啊 现在 其实补不了太多的这个 但是刚才 刚才如果四框那个地方 两传兵收了 那就完美了 嗯 稍微可惜了一点 他其实四框那个地方 两传兵如果去投 投这个再分 就他有两传兵满的嘛 他再分两线 分个两线 投一个二框 投一个四框 对对对对 那这个就 就让大可就没办法抽出来 大可现在压力巨大 你看军坦根本扑不出去了 李培男又绕了一个 没有军坦的地方 这就是他现在打得聪明的的时候了 大可现在就感觉抓不到李培男的兵 不知道他兵从哪里来 然后总是能够找一个地方去搞他 有地雷 看大可会不会失误 哇靠 哇靠 这个内奸雷 大可引雷不错 在李培男操作还行吧 两个人交换了一波 但这波很亏啊 这波很亏 对这波引雷引得太好 刚才那个内奸雷 大家炸了一队枪兵 引雷引得好 这个是大可操作好 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至少现在两个人咬得非常紧 大可两房都忘记了 你看 你看到没有 很正常 这个两房就很正常 而且大可也没鱼钱啊 他没有鱼钱 他很紧啊 这局面 他被压得非常紧 我觉得大可 大可这个也是顶尖权 顶尖中的顶尖 才扛得住这种进攻节奏 李培男武矿也甩了 这个运营节奏很快啊 你要知道这张图 其实对于人足宣说来说 是不是一张好打的地图 对 太大了 而且待会冲的话 其实你很难守 矿很多 再把军坦清掉 装 可以走了 这个 哇 哇靠 他还连一波再走 哇 今天状态可以要现下 他现在 他现在这个 就连的感觉 手感很好 就负重 负重练了那么久啊 现在敢连 就没有 没有延迟的情况下 没有延迟 他敢做 在哪 我看 我看一下李培男 我觉得 你 你作为选手 真的是 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没有 还好 还好 不在我们这个年代 还好 我不是重足 不在我们 这个年代 你妈的 他不是 我不是用重足 应该我还好 对吧 反正国内也没重足 国内也没重足 不会绝望啊 没什么机会啊 大哥这个绕狗 是的 大大大个暴兵也很猛 Dark has to be careful he's not going to find damage on the counter offence very you cover it with the sensor 正面来了 地雷 哇哦 舒服 还可以还可以 还好 大哥拉了一下 不拉真的是 全满关 大哥要重 李平台没想到 大哥这个冲锋有点飘 对有点难散这里 但是打赢了吗 能不能打赢 打得差不多吧 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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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地很关键 这个高地 对 我靠 你们大可 估计也感受到 李平台正面的强势了 但毕竟重足 打赢了 我靠近平快 李平台这一拳 可以往后收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一定要驾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了 往后退一步吧 大可12分钟 三本都没好 你足以见得 大可的压力有多大 嗯 李平台 Ghost已经在出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 欧洲选手 欧洲这些解说看完之后 对李平台的评价 会高一个档次 对 这已经 这场比赛 已经是顶尖TVC的实力了 但是我觉得 他们想拿下这个比赛 还是没有那么轻松 当然因为 他的对手也很强 他的对手也非常强 他这个 要三攻三防再上了 这现在上有点打不动 打得很 我觉得李平台 现在就是打得 很有章法的 就不紧不慢的打的 不是那种 猛冲猛打的一种选手 成熟了 至少是 直到用地雷 我知道用地雷去勾 这个地雷 基本上是没有炸到过 Duck什么部队 还是炸到一些 你要知道 Duck没有延迟 他也很恐怖的 他这个引雷太夸张了 你就想想 Duck最近打克赖姆 是怎么掉起来抽的 就知道了 对 对不对吗 当然克赖姆 也可能是受到延迟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你要知道 Duck抽克莱姆 也是往死里抽的那种 这个图打到 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李平台 已经是不好打的局面了 跟你们说了 你把120拼的 拿下来之后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变强了 来自乌镇的 和声的两个飞机 感谢兄弟 你拿掉这个120拼的 这个局面 就真的变强了 这个局面已经不好打了 李平台三攻好了 三攻三防好了 Duck三攻三防 还没骑哟 对 刚起刚起 第一次出来 找有能稳住局面 大哥成 这波 换家换的是不过了 不一定换得动 不一定换得动 有地雷 不一定换得动 有地雷 没有问题 看一下 没有 他引的有点好 炸到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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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这没转啊 大哥转什么了 这么大 亏了 死了很多了 大哥撕了那么多狗 关门 哎哎哎哎没笑什么情况 可惜可惜了可惜了 这这有点啊这有点啊 呃只要攻防没办法打 龙铭其实还好 他攻防 这口气主要是 大哥这口气主要是把自己的地质能够 对换出来 对对对对对 这打大后期真的多啊 爆狗简直源源不断啊 这个要打大后期 这波死了149条狗 他主要把地质能够换出来 那第一次出来之后 他就能够稳住了 加上飞蛇 对 大哥这个战 虽然说这个局局部他是亏的在在这波上 但是在这个战略上他是赚的 这场比赛相当精彩 两个人都送几笔 我先变地刺了 大哥 他还不变地刺吗 他还是觉得刺蛇狗毒豹 再去包你一波 可能想再刺一刺一波再转去 对 压力还是有点大 其实李平台已经在选择 他已经知道你要出第一次了 他你看坦克都已经快三攻了 两个别无坦克 好像从洞要来了 台这张图矿太多了 真的 对 这张图重出优势太大了 矿多又大这个图 李平台也学会这种各种地雷占便宜了 这是对的 金坦都要清很久 大哥现在要缓口气 把气和存款先存起来 然后 我喜欢在主要的主要地雷占便宜 这是对的 哈哈哈 哦 哦 OK 看来时间 我觉得 OK 我会获得超级的 因为我不喜欢什么 我会获得一样 他会获得一样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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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骗了 开始 只能骗了 猥琐了 两个人都开始猥琐了 已经铺满了 对 嗯 但是大哥这边没有变地车终于变地车了 看李平安猥琐的工地吧 这个 嗯 这个鬼兵虽然已经憋起来了 而且坦克有三攻 这个坦克有三攻的话 打地支就不一样了 其实在整个大局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这边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他这个矿基本都铺出去了 开也开好了 好了 防守也就好了 哎哎哎这个这个不能这么大 就看谁防守好了现在 对现在就比一个后续的消耗了看 好 大可也很烦 因为ghost也成型了 你虫洞如果点不进去 李平安也不怕你 就大家慢慢打后期嘛 这个房子其实左边这个房子是个伏笔啊 其实他们看不见好像 但是他房子应该是 但是房子你你这不演出啊 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提升视野的呀 你还是要往里面飞一点 你才能够下这个 而且大可压力现在那么大 他连点虫洞的时间都没有 嗯 李平安以前给我的感觉 后期就打得比较粗糙 现在不知道 他后期也打了很多了我跟你说 也进步很多了 你看他现在这种防守画圈 这种这种打法 就已经感觉是比之前成熟了 嗯 对 以前是不舍得画圈 现在舍得画圈就可以 对 你多画两个 这种时间点圈才多少钱一个嘛 对啊 把它给我们 你妈的神助节画满跟你说 把整个图 这你妈画满 哈哈 肯定啊 看地雷啊 看地雷看地雷 大可 这一颗爽啊 这颗 是啊 这个舒服了 满贯 他给你换 换这个鬼兵啦 我好 这个鬼兵啦 大可亏了吧 但是大可亏了吧 大可亏了吧 大可亏了吧 这不 大可亏了 大可亏了 肯定亏了 对啊 这个亏了 这个 现在就两边的矿 左边右边 三点九点钟的矿 是不会让你开的 就这两边 就只有定身负的矿 对 你其他的矿 你要开我没办法 对吧 关键我说大可现在最大部分 就没存款 你看战损大可已经亏了一万了 大可没存款 不好打 这就是 他们从大局上面还是有优势 他所有的矿 都全部都扑不起来 想开就开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拼的就是后期了 如果这个局面还打不过呢 而且是真是 就是后期打不过了 第四 现在对于大可来说 他 他直接在冲动了 他要冲动 这是 这次 主边那个房子伏比 有没有命运 有坦克 有坦克 不说了 不说了 已经是做到极致了 防空坦克都点好了 那怎么可能让你开矿 大可打着打着 有种 我说他今天有一种 在打马路的感觉 你不觉得这个后期有点在打马路的感觉吗 重了 一百零那么多重了 再点 看到了看到有反应 没什么 没什么 他小钢炮也很猛了 小钢炮很猛的 随便便打开 放心放心 还有鬼兵呢 他三攻小钢炮好吗 正面来 正面来 正面还有行星要赛 我靠 真的有一种打 他真的有一种打 打马路的感觉 b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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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bill 哇靠这个bill bill到了bill到了bill到了 bill的人都傻了好吗 这个bill 大可血亏 大可还在地上 我觉得他这样打要输啊 嗯 他没他没有他没存款的呀 他有啥存款吗 我觉得马路来打赢就这样 对啊 我就说他那我觉得马路 应该还要再强一点吧 不但是他绝对有一种 在打马路的感觉 他妈的这这 对 但是我跟你说马路前期 绝对没有李平坦 打得那么凶 嗯 马路上来就摆出 防守架势了 防守架势了 哇 还在女王全打 马路没有以前那个 没有那种操作 操作节奏了 对 嗯嗯嗯 调准一下哎可惜了 房子房子飞晚了 飞晚了 可惜了可惜了 哎这波 别送就是 这波鬼兵小心一点啊 来了 有不兵在哪 李平坦钱还是多一些的 但下面这边框掉了也就掉了 哎 李平坦冰在哪里啊 我怎么感觉他妈的他没冰呢 这什么情况 他人口不是那么高吗 有兵也在外面 在外面 我都是 他几枪冰和光头并不多 他全部其实都是鬼兵 都是鬼兵的 但鬼兵很厉害 打狗随便打 是啊 啊清假就随便 好埋地也清出来了 哎还有还有一 还有一条狗 正面又冲 大克是最后的冲锋了这里 你冲嘛你冲嘛你冲嘛 大克这里冲下来他就没钱了 我解放走的呀 大克现在出了 众生很好了 应该输了 李平坦众生非常好这盘 好了全部拘掉 这鬼兵大克现在除非 那斗转星移 大克没钱呢 斗哥毛转星移 我记得上一次有一次 有一次什么比较也是李平坦打大克 所以李平坦占了很大优势之后 然后就被一个斗转星移直接转死了 他解决不掉这波鬼兵现在最大问题 左边9点钟的矿 李平坦只要推过去打掉了 大克就没钱 大克已经乱了 农民都忘记踩了 已经乱了 就这样如果说正常的发展下去的话 李平坦应该是拿下了 但是 如果说被斗转星移一下 有打个突然死亡 斗转星移一下我觉得还好 除非是打突然死亡 突然死亡对 现在应该突然死亡不了 只有可能是一波把出品点战的 只有虫洞才能反白 现在 就是比如说你斗转星移 然后正面冲 斗转星移的这种用法 就是你控一个鬼兵 然后直接EMP所有鬼兵身上 然后这个时候你没能量之后 然后他在直接 他一口气把你吃光 对这个就是斗转星移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个是最可怕的 但是有防空 不是那么好斗转星移 他不瞎子 他们变聪明了 细节变好了 他应该是跟雷诺塞肉练多了之后 这些细节都变好了 练多了 对 我跟我们这些看的完全不一样 李平坦就这么被打死过的好吗 对 干了优势最后被这么打死过的 虫竹现在唯一翻盘的机会就是斗转星移 但李平坦现在知道你要斗转星移了 对 他吃过亏的呀 以前输过一次呀 大优被大克斗转星移打翻盘 左边冲 这坦克的位置还是有点一拗的 这坦克的位置 他左边应该被冲掉了 李平坦也换他 换他左边的矿 一换一吧 大家都把矿换掉 看损失谁大了 到最后李平坦有存款 现在 对 而且这个矿其实是必要强 掉两边矿还是有点通吧 自己的矿 那没办法 你这个 但是你损失有多大 关键你掉两边矿之后 都掉两边矿 你上面的矿你也要掉的呀 这行星要塞还打了不少兵啊 哎呀能修起来吗 修不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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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不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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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打了不少兵 雷达其实可以雷达是可以飞 对,他没飞,他在超入正面,很紧啊,大哥没钱了,最后还是感染虫,他存了一大波感染虫,对,就看感染虫最后有没有抖转心意,有就翻盘,李培丹其实还有最后一片矿在采,李培丹把右边的矿继续开起来,就只能这么大,左右两边,9点和3点的矿就是最后决胜幅的矿,对, 刚才我觉得李培丹左边的冰稍微抽多了一点,我觉得他右边的两片就自己的矿采完,我觉得也决胜负了,因为你9点3点矿,你不可能让你开起来的,对,而且9点这个矿,其实在家附近啊,基本上大客也不敢采,其实就李培丹现在要把右边两片矿全部开下来,开下来才有赢的资本,我觉得大客到这个时间点,其实他这个冰用的还是不错的,各种地方, 你没有,就主力外面的位置,李培丹就非常考验最后的分兵,就是分到,你大客冲哪边你都亏,这几波其实打得不错了,李培丹转了,李培丹转翻了,大客没想到下面有那么多坦克,对,转翻了, 大客没钱了,他这一波把自己冲伤了,李培丹虽然农民现在只有三四个,但是李培丹可以用矿罗去砸,直接用矿罗砸就好了,对 但收入大客现在还是领先的,毕竟他李培丹两片矿还没有恢复采集 对,而且他们农民只有三四个,但是他没关系,他有罗子,他很多那个 战斗人口高六十,你想一想,你妈了个鸡,现在就防守,把矿采完,矿采完之后,我再把三点或者九点拥有一片矿拿下来就好了,就这个心态,然后出名点不要被直接一波打断就好了,像这种房子这种,你看到,你不要去省能量,就直接把它秒了就好了, 这个罗子在这个时候还是凶关键的,但是你不能,就李培丹也不能说,纯靠罗子,因为他毕竟还要留些雷达的能量的 能量力 诶 诶 诶 下面还放了个 虫都没发现 我靠 那没办法 就打到那么紧的节奏 第一次出来 只能跑路了这里 跑路飞起来 这还好 能不能不死就行 嗯 多线 这边有坦克的呀 没防空 哎哎哎 有雷达吗 好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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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可也没把矿开起来呀 我靠这些坦克 你妈有点赢啊 这个坦克 其实他十手 这右边的这三面矿 守住就赢的呀 守住右边三面矿就赢的 就是三面矿呀 对 这只要把右边这三面矿 铲的其实跟重度的矿的 大可现在这又大龙了 这又大龙 但里面他提前出了雷神 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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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关键了 这个照到 但问题是 有 有 有童话完成也没有 现在就看 还有雷神的呀 大可只有 大大只有一手抖转心仪 抖转心仪 但是有那么多解放者 不是那么好抖的 嗯 那倒是 他防空解放者 全部都架好了 你大可 现在就最后拼一枪了呀 就把所有的钱 拍成防空拼一枪 这大可是打的没办法了 第一把打成这个样子 不愧是你妈的李佩南 把Sero在下面都看傻了 妈的这什么东西啊 平时练的时候他没那么强呀 不不Sero现在应该在打比赛 不应该再看比赛 Sero一比零零先样 然后休泰姆一一比零零先 Major 这个反空造的什么意思啊 断自己矿 紧张了 先造一再说呀 不急的这个都 大可没有矿产了呢 大可没矿产了 完全没矿产了 他还有左上有一片矿 但是这边矿很残 对 你强行持左边这边两个 来了 来了 雷达傻瓜直接标 隐形标 赢了赢了赢了 赢了赢了赢了 这标完结束了 好好好 标完结束了赢了 大哥输了没钱了 妈的李培能 这场没上主舞台太可惜了 真的 对吧 算了算了 说不定上主舞台他就输了 也是 打就没那么好了 没上主舞台 牛逼 牛啊 感谢孙龟 爱兔斯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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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妈个字老子念不来了 去拿个外面 牛逼牛逼牛逼 这把 这把太柳了 后席赢了 这把我说 我把ID一关 说是马路 是马路在打 大家都信的呀 感谢瞬节之战的飞机 也就这样了 对 对,你说马路人比他强多少吗? 没强到多少,而且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前期打得还比马路好。 对,前期给的压力太大了,给达克。 战术是... 感谢小卡的火箭,圣辉的火箭,还有玉琴山二大王的飞机。 你把这两个解说已经看傻了,好吗? 特别PT、抓克。 他没想到他们一下变得这么强,以前不是这样的。 两些博将的一个飞机,最近不是白练的,这半个月。 鼠标店买起来。 对,我们淘宝店出了个鼠标店。 是牛子哥的鼠标店啊,这个所有的收益就最后利润都会给牛子哥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支持牛子哥,可以到我们淘宝店, sgboy.com,买张鼠标店,支持一下牛牛哥哥,49块钱啊。 你可以打开给他们看看呀,书哥。 书哥可以打开给他们看一下。 开了,开了,待会儿,待会儿再看吧,待会儿再看。 帮牛牛哥哥回点血,对吧。 他毕竟出去打比赛也不容易。 虽然家里,家里条件是还可以,但是,能帮一点吃一点吧,回点血呢,吃回一点吃一点,对吧。 这个比赛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你平常会上来今天1比0。 而且这是靠10的一个飞机。 感谢什么,这个不是靠这种什么让他人手在一起。 感谢球员来,我老婆屏幕上富高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 不是让你们接济他。 是牛子哥的确很努力,打得还不错。 你买张鼠标垫支持一下他,对不对吧。 他也是靠自己双手挣回来的钱呀,也靠努力挣回来的钱。 不是让大家接济他。 如果你觉得他打得好,你想支持他,你买张鼠标垫,这个没什么。 你不买也没关系,对吧。 不要说风凉话就好了。 家里条件好,是家里条件好。 别人靠自己双手挣的钱呀。 这是实打实靠实力挣的呀。 这有什么不行吗。 好了,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别逼逼买了。 去吧。 那就买嘛。 来看看这把。 感谢马仔的一个飞机啊。 马仔那么晚就还在看。 早点睡了,马仔。 明天还那个呢。 不过现在我跟你们睡,你们也睡不着。 现在大家里妈的都那么亢奋,我告诉你们。 妈的,我虽然很难受现在,但是我还是想看完。 是啊。 Serial的一场我未必能坚持得住,但是我这一场我是肯定会看完的。 如果我坚持不住,就要你录下视频,到时候你发给我,我明天早上再把它传上去。 我会播完的,不要慌。 今天所有比赛我都会播完的。 我麻烦你把牛牛哥哥的比赛录下来。 OK。 对吧,你录下来,我到时候去传。 如果你实在忘记了,我明天早上起来下也可以。 但是下的话就没有那么完整,你知道吗? 要重新去剪辑就很麻烦。 所以还是希望你录下来。 OK,我会录下来的。 好。 但忘了,你自己去下吧,我考。 因为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清醒的。 但是到了三四点,我就不知道了。 不是,我现在清醒了。 但是我的身体告诉我,其实我很累。 我都在站起来解说了,你想想。 不是,录的话,它每一盘都要切,你知道吗? 那我有时候,有时候卖了这个时间,也就会忘了。 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这个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也会忘,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我这场比赛结束,我去睡,我去睡。 大家跟DAC打完,我去睡。 虽然我应该熬不住了,我身体有点吃起来。 身体有点吃起来。 你熬不住,你也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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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没什么问题。 没事,没事。 Said还是比我们年轻很多。 Said还是比我们年轻很多。 Said是比我们年轻很多。 主要是今天我起太早了。 出去开了一天的厕所。 你熬不住,你先瞇一会儿吧。 你瞇一会儿,你瞇一会儿。 没事,没事。 妈的,这瞇得着,看比赛这个。 对吧。 打得有点好。 主要打得有点好。 主要打得有点好。 主要是有来有回。 这个妈的,还能赢,这个太关键了。 又是攻防狗。 又是攻防狗。 看牛牛哥哥这盘用什么战术。 感谢球奈考不上早大和球奈和依然分手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牛哥哥是八火车。 这盘就是那个战术,就是女妖不生隐形那个战术。 对,他怕他走蟑螂啊,因为这个地图太小了。 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生隐形。 对。 就出女妖只是为了,只是为了防那个,逼你出防空,然后只是为了防你的,防你的这个走蟑螂。 是的。 大哥,这个图因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所以说走蟑螂还是有威力的这个图。 果然啊,妈的线下比赛就是不一样,他不用蟑螂了。 他只用过蟑螂狗。 可能也觉得线上,他不整呼了。 蟑螂懒得操作嘛,线上有时候有延迟懒得操作。 对,也有可能也有延迟,用蟑螂可能要尾,比蟑螂。 感谢兄弟,他取不到坏女人乃您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吧。 强秒机机吗,秒不掉吧。 我靠强行打退。 应该可以打掉。 关键没死,没死。 用操作可以哦。 女妖也没死。 可以,算了。 但是这一把,其实Duck就比上一把的情况好很多了。 其实没有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对吧,攻防也快。 这把不好打。 不是很好打。 不是很好打。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这个局面还是会拖到一个中后期的。 Duck的确在这盘里面的,他的军坦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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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又是那个。 而且兄弟,张哥哥不喜欢邱阳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四矿六基地。 然后给你猛爆。 这就是Duck的空放狗的风转。 他五矿七基地,我好。 然后他在七分钟的时候呢, 哦,不是七分钟, 就后面他两国两房那个台并九分钟, 两国两房那个台并非常厉害。 克莱姆是一冲就死了。 看一下这一波啊,能压着什么东西。 看操作了,看操作,纯看操作这波。 对。 纯看操作。 狗包住了,哎呀,狗包住了。 诸葛连诺点掉。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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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没有,没有,这波Duck操作好。 这波,亏了,亏了。 亏了,亏了。 亏很多,我觉得已经。 他有点太自信了,这波Duck。 嗯。 Duck的狗操作非常好,很好。 感觉这个少五哥面临我发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 感谢,感谢这个兄弟。 主要Duck现在这个运营爆炸了,已经。 对,起飞了,已经。 我觉得这把,这把机会不大了。 真机会不大了。 这个世界上,打到三本,三本的时间。 打到这个局面,只有马住有机会猥琐回来。 对。 对吧,牛牛哥哥在这个没有,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想通过猥琐打回,打回来,这个我是觉得不太可能的。 但我觉得也可以这么打,因为就算是打不回来,也可以看看自己现在为所到底功力到底有多么深。 慢慢打嘛,慢慢打就好了,心态好一点,慢慢打。 这把Duck绝对是出全力的,上一把就已经出全力了。 这种比赛。 换家了。 两败的话,可能人就没了好不好,他怎么能不出全力嘛。 换家了。 换家了。 先逛那边,兵回来,刚刚好,刚刚好。 对,换不动,换不动。 牛哥思路很清楚啊。 自己把4GD开起来再说。 但是我说实话,Duck这一盘你看飞蛇,看飞蛇多快。 Duck有个两攻两防的Temming啊。 他的两攻两防如果要强行拼一枪。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9分钟飞蛇都在造了。 上一把5GD是被压到12分钟三本都还没提。 这就是打顺的Duck有多么恐怖。 感觉这个Temming,牛子哥不一定度过的过去啊。 真的不一定度过得了。 结果Temming,两攻两防Temming到了。 哎呦,装!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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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兵怎么在运输机上? 本身他想投,基地飞,幸好没变好。 这个非常狠。 免先冲一波啊。 这个一直是他,就冲可莱们也是一冲就死了。 对。 哇,太恐怖了。 哇靠。 没了,没了。 这个太多了,太多了。 昨天自己没有技术学。 最多打完,牛肉哥哥大地。 真大地。 已经积极了,不是大地。 已经积极了,已经没得打了。 你这种普通的战术打Duck,只要被他打顺了。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只有马路能够有机会防住,都不一定能赢。 嗯。 感谢球大今天求婚失败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 前期还是战术。 简单的点。 对。 简单的一点。 想要守这一步,必须得有建筑学还有卡位置。 要不然基本上是一冲就死。 他最后一盘了。 嗯。 牛肉哥哥,牛肉哥哥。 主要是他后面还打Sero,他的战术其实准备了。 不不不,打Sero不要想,不要想赢。 就是他没想过赢Sero。 对他来说就是,Duck我可以拼一拼。 Sero我真打败。 因为他们练试之后,他就有这种深刻的机会。 对。 他也没想过赢Sero。 对。 当然如果说能赢的话,那当然是要拿下的。 只是说,不会说很,就,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打Sero身上。 因为他毕竟后面还有两场TVT要打。 后面两场TVT才是关键。 对啊。 嗯。 最后一场应该是牛肉哥哥选的地图啊。 嗯。 因为第一场是两个人,两个都不选什么地图嘛。 第二场是大哥选的地图。 嗯。 好了,来了啊。 别胜局了。 这是印线吧。 哎。 哦,不是,不是,这是那个。 闪尽平原。 对。 哇,又是一个重组大游。 这个图真的难打。 这个比印线还要夸张。 这个图真的难打。 放太多了。 放太多了。 你说印线的话,三七开,这个地图就是二八开。 二八开。 对。 很难很难打。 这个必须要放战术了,这张图。 对。 你前期打不上他,那这个重组的这个经济啊,简直就是爆炸。 打也打不死。 胸多吉少。 对吧。 要看他的准备的战术。 看怎么打吧。 感谢球来本命年诸事不顺的飞机。 还有戴家伟的妹妹戴家然的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 鼠白店没了。 啊? 那么夸张。 那么快吗? 我们到底做了多少张鼠白店吗? 妈的,我不知道呀,我靠。 妈的,我们现在购买力那么夸张。 就是法人又错误的估计了大家对这个比赛的热情,是吧? 我看看啊。 去问一下吧。 我问一下他们做的。 我看看。 妈的,都几点了,我靠。 他们应该有的。 一共现在五百张。 一共现在五百张。 我就做了五百张,是吧? 那难怪。 我跟法人说补货呀。 这不来五千张。 500张购买个屁呀,我靠。 我靠。 这法人吗? 500张购买个屁呀,我靠。 这法人吗? 500张购买个屁呀,我靠。 这法人吗? 符追到一个。 好了。 给我回那一局。 好的,真的吗? 事实习行的热情跑出来。 估计也在看牛肉这个比赛哦,对。 可能吧。 好了,三开啊,这盘打得很稠稳。 看到会不会用那个三开两团兵呢? 其实我觉得他的三开两团兵用他。 三开两团兵不是三存在数之一吗?我靠。 但是他用的好啊,他喜欢用的嘛,因为我看他用的就打得比较顺住啊。 不是,是他说的这个三开两团兵三存战术之一。 他你妈每次都是三存,不管三存,用管用。 火车女啊,三开两团兵。 还有一个什么击巴战术,妈的三存。 还有一个走机枪。 3BB走机枪。 这就是他的三存战术。 这不搞完了。 家里面看光了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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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火火车看光了呀。 这个蓝火火车看光了,这个,麻烦了。 麻烦了,麻烦了。 哎,有点不顺了。 这不可能退啊,BF不可能退的呀。 他本来想炸地雷的。 他这不是我们跟他打执政官的那个打法吗? 对呀,就是跑一波火车炸地雷呀。 对呀,那不是女部的那个打法吗? 然后火车先炸一波,然后从空头树埋雷。 对,哎呀,被看到了就很难。 这个战术是Cure发明的。 但问题是别人看到这个的话,只要抱蟑螂就好了呀。 出点蟑螂就捆手了。 那现在他在搏傻,是吧? 不可能呀,怎么可能搏傻嘛。 就别人已经看到了,他还在用。 你都没退呀,做的是,你BF。 这不就搏傻吗? 帮傻。 那真堵你枪里没有子弹呢。 大克还是强,大克直接跑蟑螂一拳呢。 没了呀,这个打法最怕蟑螂一拳啊。 他根本就不管你啊嘛,这个。 对,这个应对是最均确的。 我们用这个打法用了那么多次,每次都被蟑螂一拳打死,太怕了。 没有东西,主要是。 大克就绕口绕得要好。 哎呦。 又绕到。 哇,这个道武真的是。 关键绕完,蟑螂就倒脸了。 蟑螂就倒脸上了,直接倒脸上。 这打得太好了。 没机会了。 我觉得不一定啊,这部蟑螂不一定能打得过这部火车。 毛打不过。 你看后面有多少狗。 你看有多少狗。 怎么可能打不过,你在想什么呢? 你信我。 我才不信你呢。 这么多蟑螂就算了。 哈哈哈哈,这么多蟑螂就算了。 我以为就只有几个。 这个。 家里面又被穿了,烦得一逼。 哎呀,这好烦啊,这个狗。 这个蟑螂只要口一破,后面一万条狗在后面。 他被绕狗绕伤掉了。 坦克。 主要,他只要狗不死在你火车里面,随便打你啊。 对。 守不住的这个。 可惜了,可惜了。 那毕竟还是面对的。 我喝重火了。 毕竟还是面对的是Duck。 GGGGG。 1比2啊,打得也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 对。 这个比较没什么好说的。 相当不错打的。 这个战主就是怕蟑螂一波。 对。 下一场他们应该会。